港片衰落之后,不少港星来到内地拍剧绝金,因为长期在内地生活,不少人顺便娶妻生子,大多是老夫少妻,非常幸福。 下面就来说说娶内地娇妻的十位港星。 张卫健,港星娶内地姑娘,一般是离婚后再娶,张卫健却是初婚,而且非常恩爱。 张卫健,1965年出生在香港,1996年,主演TVB电视剧《西游记事业翻红》,之后转战内地,主演了《少年英雄方世玉》,打破亚视节目的收视记录。 2000年,主演的小宝宇康熙在香港播出后,取得了最高46点收视成绩,在收视榜排行第二。 张卫健曾和萱萱有过一段情,但因早期事业不如女方,养人被迫分手。 1997年,张卫健在内地拍戏时与张倩相识,养人相隔九岁,并没有擦出火花,反而是两年后再度合作,慢慢产生了感情。 2006年,养人在南京低调拿了结婚证,几年后在国外的大教堂补办婚礼。 结婚多年,张卫健和张倩的感情非常好,可惜因为张倩发生意外,失去孩子,导致不育,始终没有孩子,非常可惜。 此前有网友偶遇张卫健和张倩外出吃饭。 两人现身某大排档,毫无明星架子,相当接地气。 看着夫妻俩恩爱的模样,着实令人羡慕。 祝福他们以后的感情能一直甜蜜,也期待张卫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魏俊杰 魏俊杰早年曾是TVB有名的施奶杀手,拍过不少耳熟能详的港剧。 他和滕丽明谈过九年恋爱,被誉为金童玉女,可惜在内地做活动期间,却出轨爱上了小20岁的重庆女大学生张丽华,于2008年结婚。 没想到,婚后魏俊杰头顶一片绿油油,张丽华开始频繁与人传出绯闻。 魏俊杰先是送车送房,试图挽回,可完全没有作用。 2020年,愤怒不已的魏俊杰宣布离婚,发誓终生不娶。 结果张丽华却爆料,暗示他身体不行,已经五年没过夫妻生活。 对此,网友一片叫好,都表示恶有恶报。 郭富城,郭富城情史丰富,前女友都大有来头,谁能想到,最后却被内地网红方圆给捕获了。 方圆是安徽吴湖人,比郭富城小,22岁,本来是性感模特。 到香港宣传写真集时被郭富城关注,之后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,最终于2017年结婚,同年生下女儿。 有了孩子之后,郭富城开始把心放在事业上,贡献了不少经典电影,从颜值派彻底变成实力派。 此外,她对妻子也非常满意,经常会高调秀恩爱。 吕良伟,吕良伟曾经也是香港知名演员,凭借上海滩中的丁丽一角被大家熟知,后来又饰演了雪山飞狐中的胡斐,主演电影《博豪》,还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 郡朗帅气的吕良伟可谓是身边美女无数,一共经历了三段婚姻,前两任都是香港红极一时的大美人。 吕良伟的第一任妻子是许多人心中的女神周海妹,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一年,两人就因矛盾不可调和而离婚了。 之后,吕良伟遇到了第二任妻子,是港姐出身的邝美云,这段婚姻连一年都不到,仅仅才八个月又因性格原因失败收场。 97年金融风暴,吕良伟投资楼盘亏得血本无归,之后她来到内地发展,认识了第三任妻子杨小娟。 杨小娟是商界精英,做过深圳商会会长,比吕良伟小15岁。 结婚之后,吕良伟投身商场,在妻子的帮助下,很快赚得盆满钵满。 衣食无忧之后,吕良伟开始专注健身,越活越年轻,偶尔也接拍电影《名利双收》。 唯一遗憾的,大概是儿子体型肥胖,没能遗传自己的优良基因。 吴启华,吴启华也结过两次婚,前妻是泰国富豪之女,婚后五年离婚。 之后吴启华到内地发展,认识了小21岁的长春女孩石阳子, 两人于2007年结婚,次年生下女儿。 吴启华对石阳子非常宠爱,但因为年龄相差太大,不久就闹起了矛盾, 经过四年分居之后,两人于2014年离婚。 据说石阳子挥霍无度,结婚几年就把吴启华家产败光了。 而吴启华这边风流不改,和黄新颖还传出绯闻。 之后,吴启华对石阳子依然不错,每月给6万赡养费。 因为女儿给石阳子的母亲照顾,每月又追加20万生活费,相当于一个月26万,一年300多万。 为了赚钱,吴启华主要在深圳定居开公司,没有再娶,而石阳子则到处潇洒,成了单身女王。 罗家良,说起罗家良,当年可是当之无愧的TVB男神,出演过许多经典港剧,难兄难弟,天地豪情,创世纪等等,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。 罗家良凭借精湛的演技,拿下了首届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,最佳男主角奖,成为TVB的第一位师弟。 更是首个三次摘得世帝贵冠的男星,一时风光无限。 罗家良也是二婚娶内地老婆,因为是闪离闪婚,当时一度闹得口碑暴跌。 第一任妻子名叫方敏仪,两人相识于威莫,当时罗家良还未发迹,方敏仪始终陪在她身边。 1998年,罗家良二度夺得TVB世帝奖,觉得应该给她一个名分,两人就结婚了。 可惜并未坚持太久,后来罗家良到内地拍戏,认识小11岁的演员苏妍,很快与方敏仪离婚,娶了苏妍。 罗家良还是挺够意思的,据说把财产和房子都给了前妻,完全是净身出户,之后定居北京,一直在内地发展。 只可惜因为时间间隔太短,被认为使乱中气,事业遭到了不少打击,名气越来越低。 城东,城东是周星驰电影中的常客,经常饰演一些凶狠的反派,算是众所周知的童年回忆。 他也是第一批到内地发展的港星,定居广东,主要做一些幕后广告工作,偶尔也接一些商演。 城东结婚很晚,据说是经常演反派,导致追不到女孩。 直到2011年,在朋友的介绍下,才娶了小19岁的吉林通话女孩刘亚娟,两人算是同行,当时都在做广告。 城东对妻子相当宠爱,结婚时特意把女方家乡的婚庆习俗都走了一遍,以示尊重。 此前,他还带着一对儿女到宗慈祭祖,获得了不少赞扬。 温兆伦,年轻时候的温兆伦,被誉为最帅反派,也是有名的渣男。 他的桃花韵极其旺盛,经历过八段恋情和三段婚姻,相当狗血,养活了不少香港狗仔,也把自己一步步做梅了。 首任妻子是马来西亚富豪千金李美玲,结果温兆伦婚后一年,就出轨了女星陈眉心。 更离谱的是,后来离婚后,不仅没娶陈眉心,还把她告上了法庭,要求赔偿14万的分手费,让人大跌眼镜。 第二任妻子是女助手潘燕妮,2002年结婚,不过只维持了一年。 据说离婚后,潘燕妮为她背负了数百万的欠款。 此后,温兆伦又潇洒了十多年,谈了好几轮恋爱,直到2013年,近50岁的温兆伦才彻底收心。 娶了内地姑娘赵婷。 赵婷也是一位演员,比温兆伦足足小20岁,婚后育有一个女儿。 温兆伦对她倒是相当溺爱,经常发泊秀恩爱。 骆达华,骆达华是港剧中的熟面孔,经常饰演奸人角色,最著名的有驼腔师姐中的豹国瓶,堪称童年阴影。 骆达华不是科班出身,在TVB混得并不好,所以在2004年就转战内地。 之后一直定居在上海。 有一次拍戏,认识了内地女演员卢燕,两人很快结婚,育有一个女儿。 夫妻俩对独生女非常宝贝,从小在贵族学校读书,据说高中时一年学费要30万。 好在付出总有收获,现在被英国名校录取。 李子雄 李子雄也是港片中的经典反派,曾被称为第一反骨子。 李子雄结过两次婚,前妻是香港歌手方小红,婚后方小红移居加拿大带孩子。 李子雄则留在香港拍戏,聚少离多,感情日渐寡淡,最终以离婚分手。 港片没落之后,李子雄转行拍电视剧,因为合作过几次合拍片,她干脆来到内地发展,定居北京,由此认识了第二任老婆雅琪。 雅琪比她小20岁,被称为回族第一美女,本来是张铁琳的女朋友。 没想到张铁琳只想同居不想结婚,心灰意冷的雅琪只好分手,然后被李子雄顺利接盘。 2010年结婚。2018年,58岁的李子雄生下一个儿子,高兴不已的她晒出合照,经常被人调侃是祖孙三代。 以上就是十位在内地娶娇妻的港星,大多已经过气,可余威仍在,所以总能抱着美人归,而且发展得也不错,让人羡慕。 。